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我是大铃哥 欢迎你们收看每一周 只有一次的特别节目 就是Darling Time的节目 Darling Time基本上 大铃哥都是要分享给你们的大格局的一个 策略跟战略 今天Darling Time的节目很重要 你们要特别提清楚 来看一下 第一张的这个图分享给各位的 周线的格局就是指加圈指数 目前周线的格局 他要给你play again 这不是电剧惊魂 而是这个加圈指数 确确实实在目前的位阶 他要跟你玩一个局 那个局 如果你们各位略有 涉略这个所谓的技术面分析的话 基本上都会认识其中一个人 这个就是葛兰碧先生 葛兰碧先生 在这个技术面教育这个领域 他具有一定的历史定位 虽然他的晚年下场不是那么的好 那个是另外一个story 那今天大家要分享的就是 今天目前加圈指数的周线格局 在葛兰碧八大法则里面 他开始要跟各位投资朋友 玩一个很大很大的game 我们这个节目继续跟你讲下去 这个就是所谓的葛兰碧 基本上所谓的葛兰碧八大法则 他酸酸的说在所有金融市场交易 不管是任何的商品 他都包含了一个多跟空的一个 循环的生态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涨跟跌呢 包含了整个一个cycle 里面蕴含的是说 整个趋势架构 从起涨再到结束 再到起跌 整个生态圈 葛兰碧为什么在技术面里面呢 他有一定的历史定位在 因为他运用的核心思想 就是所谓的均线 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你们在交易上 也都会听过均线这个名词 因为均线代表说 它是个平均值 那为什么会用均线来看 因为平均值代表说 过去的某一段时间 市场上所有的交易者的平均成本 意思说今天如果我们是做多的话 我们的成本是在大多数人的 平均成本之上的话 这个代表说 趋势就是维持原来的上涨的格局 那一旦市场的价格 跌破了市场上 大多数人的平均成本的时候 代表说这个多方的趋势 就开始出现一个转变 那所来 葛兰币它就将所谓的多更空 就大概略为我们一般听到的 就是所谓的葛兰币八大法则 那如果你用这个号码来编的话 就是你现在画面上看到 大概分别从一号到八号球 那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价格走势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会去研判一下 在中期趋势上来讲 这个就很重要 中期趋势上来讲 到底目前的位阶 是位于几号球的位阶 这样子你对于你后面的操作 你才能够拟定未来一个比较大的战略格局 那这个回到目前这个就是加权指数的周线图 周线图大家应该认同它是所谓的中期趋势格局 那从7月份这个加权指数 它从高点大概两万四千年那边 它开始做了一段回落 从4月一直到维持到8月前两周 大家应该印象都还有深刻 你目前看见的这个走势 它就是从7月到8月 周线格局出现了回落的状态 意思说它从7月到8月这一段的修正坡 因为它跌破了一个很重要的均线 就是所谓的季线 所以在葛兰比巴拉法则里面 这一段的修正 在它的定义上来讲 就是所谓的No.5 就是所谓的五号球 大林哥怕你看不懂 我再回复一次给你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跌破的重要趋势线 然后再跌破一个重要的支撑 它出现了回落格局 就是你现在画面看见的No.5 所以8月份这一波的修正 就是所谓的标准的五号球 但是也是一样 市场它绝对不是火箭 也不是陨石 基本上它不可能一路冲天就冲到火星 也不可能像陨石一样 一路就跌下来 跌到地心里面去 市场上它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脉络可循 意思说当它的趋势改变的时候 它都会有机会让你进场再做逃命 或者说你在调整你的部位 准备下一波重要的方向 好那回到目前的位阶 我们再画一条红色的 一样周线格局画一个红色的斜线 有没有看见 这个就是所谓的趋势线 应该很多观众朋友都会知道 趋势线的定义基本上如果是所谓的上升趋势线 例如说你看画面上这个红色的红线 它基本上就是两个最低的低点连接的上升上来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升趋势线 大家应该都可以知道 在技术面上来讲 因为价格的波动它不是很急剧 它都会运量所谓的反向的波动 让我们做调整 意思说市场就是mercy 它会让你是要有机可行 是要跑还是要做加码 那你看8月份修正的这一段 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当它第一次跌破所谓的上升趋势线 也就是红线的时候 你会干嘛 在葛兰比法则里面的定义呢 意思说 当第一次跌破重要的上升趋势线的时候 它会开始出现的所谓的反弹波 有人叫做所谓的逃命波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8月5号 大林哥哥记得很清楚 8月5号台子期出现跌停 收最低之后 它那天就是最低点 然后就开始直接 一路上涨 一路涨到了现在 就是你现在画面上看见了这个 所以有没有很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出来 跌破上升趋势线的 第一次的时候 它通常都很容易出现反弹 那这个反弹呢 就是来来画一下 就是你现在画面看见这个 No.4 4号球 它会开始做一个很强力的反弹 你可以说 强短多OK 你也可以说逃命波也OK 都可以 借定在什么 你的定义在什么 可是呢对于整个趋势大格局 目前的格局就是所谓的 No.4 现在进行式就是所谓的4号球 OK 那回到这里 这也是为什么呢 其实上周大林哥就已经预告了 其实我们就已经知道 上周 8月9号 预告 如果你还记得 上周的节目 8月9号上个礼拜的节目 大林哥就已经跟你说 他要启动423的 大V转 就是你刚刚画面上 看见的那个 跌到最低点之后 他要启动423大V转 有人可能还不晓得什么叫423 423就是今年的4月23号 4月份 曾经也有出现过一天 当日 下跌 1000点以上的行情 你们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或许你现在还有点记忆 但是呢4月份跌了1000点之后 他就有启动一个大V转 后面出现了2000多点的涨幅 大林哥就是跟你讲说 因为上周 刚开始 第一次跌破 所谓的上升距势 他非常容易出现 所谓的V转盘弹 所以才跟你们讲说 8月9号 就领先市场告诉你们 他要开始启动 423大反转了 那一路一路以来 他就开始 涨到了今天 很多人就会问 大林哥那你现在是 市后看图说故事 那个叫马后炮 未来 可不可以复制向 我们现在画面看见的红圈圈 卖在最高点 那甚至蓝圈圈 买在最低点 可不可能 大林哥会讲 可能 而且是有方法的 什么方法呢 就是你看到这个 暴利表 暴利表是市场上大林哥唯一独有的 交易工具 他可以很 很准确的 领先 各位 掌握到市场的最高跟最低点 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有没有发现 大林哥 7月11号 我们的暴利表 就是在 24,350 就是24350 出现翻空的讯号 大林哥在那里的 公开 分享给各位 24350 开始出现 翻空的迹象 有没有发现 像画面看的 红圈圈 你现在看起来 红圈圈 几乎就是最高点 然后一路就是跌到 你看 看到画面上 最低 19662 那 回到 回到8月 出 跌的最惨力的时候 8月5号那一天 台子期收跌停 然后加均指数 也是跌了稀里花 才8月初 现在才8月19号 大家应该有影响 可是 8月5号缩盘的时候 大林哥的 暴利表 就是你现在画面上看见的 8月5号 大林哥的暴利表 就宣告 开始要反弹 而且 他是从 1900 他会反弹到 2030 会有一波千点的反弹幅 市场上那天应该只有大林哥 有这么笃定 而且有这种工具可以分享给各位 你看我的LINE都可以 写给大家了 8月5号就告诉我们要反弹千点 甚至那一天 那一天晚上 我就带会员进场做台子多单 一个晚上 一口单 台子期就赚了1000多点 这个都是有事实的 大林哥没有在电视上在做胡乱 那一样反弹过后呢 在8月8号 正式宣告 空方结束 暴利表正式宣告 就是空方 就是空方开始结束 开始 启动423 正式 做大V转 你没有发现 从8月8号 宣告之后 一路 涨到了现在了 那 现在涨完了没有 格拉林哥要跟你讲 还没有 423还没有结束 因为6号球的位置 还没有到来 所以你目前是属于4号球的进行式 所以今天大林哥最后就是希望分享 一句话给你们 你现在看的格局有多大呢 他就决定未来4个月 你的财富 是否会翻倍 这句话一定要稍微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大林哥跟你讲 你的格局看多大 他就决定未来的4个月 你的财富 是否有机会会翻一倍以上 一倍以上 OK 所以 你刚刚有说过 既然我们的暴利表可以 卖在最高 也可以卖在最低 未来的 No.6 6号球 你有没有想要掌握 你有想要掌握 第一步 就是订阅大林哥的个人频道 旗鼓千知 然后呢 在今天节目底下 留言 我要参加423大作战 当然啦 一定要加入大林哥的LINE 大林哥会带你 卖在 4号球的 最高点 记得在今天的节目底下留言 今天的Dolling Time 就到这边结束了 拜拜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得实地则房产业 并在这篇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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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